在隋唐两朝的对外战争中 要说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就要属高沟烈了 隋阳帝阳广三争高沟烈 不仅未将这个小国从地图上抹去 反而还落得一个身死国灭的悲惨结局 就连一生征战无数的唐太宗李世民 晚年也在高沟烈折起沉上 不久后便一遇而没 在这样的背景下 龙朔元年四月 高宗李治正式下诏 海陆两军共同讨伐高沟烈 然而就在海陆两军即将合为平良 随时准备将这个罪儿小国灭亡时 高宗李治却突然下诏 命令唐军班师回国 上回说到 唐高宗李治继灭亡西突绝后 又问下了灭亡百计的战争 而老将苏定方也不负高宗所托 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将百计纳入到了大唐的版图 然而百计的灭亡太过迅速 迅速的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立国六百多年 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 会这么容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 虽旧在唐军征服了百计之后 不久 百计军民就掀起了一场复国战争 面对来势汹涌的百计复国浪潮 就连老将苏定方也是束手无策 最后他只能留下留人院镇守在雄金城 而他自己责率唐军主力回了国 此时 大唐在百计的势力也只局限于一座雄金城 有趣的是 就在这危机时刻 唐高宗李治竟然起用了一位 从未上过战场的白面书生 去挽救百计的战局 而这个人就是大气晚成的留人鬼 被命运之手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 留人鬼跟苏定方一样 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了 但有一点 留人鬼跟苏定方大不一样 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 可留人鬼去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 更不用说带兵打仗了 留人鬼原本在朝廷担任几事中 因不为权贵刚之不恶 在宰相李义府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 他竟然敢站出来挑战李义府的权威 玄机遭到报复 被贬为了青州刺史 高宗下诏征讨百计时 留人鬼负责海上的后勤运输工作 然而就在留人鬼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 却突如海上气候变化 他便打算推迟出海日期 可一直想把留人鬼置于死地的李义府 却严令留人鬼按时出行 不得耽搁 留人鬼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出海 结果遭遇暴风 船只沉默 留人鬼也因此获罪 被贬为一介不一 而此时 李之启用留人鬼 说明他想打压李义府的势力 同时也看到了留人鬼的发展潜力 也正因为大胆的起用贤臣 李之才收获了一个声名在外的超级战将 在临行之前 留人鬼向朝廷请领了唐令 和唐朝历代皇帝的庙会名册 然后这个两兵斑白的老人 满腔豪浅地说了一句话 我这次出去 势必平定百计 将大唐的立法颁布于海外 对留人鬼来说 带兵打仗 虽然是大姑娘上花叫头一回 但他好像就是天圣的将军 史称他狱军严整指挥友方 很快就在军中树立了威胁 龙朔元年三月 留人鬼率部持缘雄金 百计富国军在雄金江口修住了坚固的防线 并派重兵布防 企图阻止他的救援 结果却一战而溃 被杀死和溺死的有一万多人 正在围困雄金城的和尚道称 听到前方惨败的消息 不敢与留人鬼交锋 虽仓促解围而去 留人鬼一出手就解了雄金之围 顿时让留守百计的唐军士气打阵 留人鬼随即与留人院合兵一处 共守雄金城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可就在此时 新罗军队却宣布弹尽粮绝 想回家稍作休息 补给军粮之后再来找百计损账 账达到一半 还可以回家补给 这样的骚操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新罗军队大约有六万多人 是百计战场的主力 他们这一走 唐军就更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再加上军粮紧缺 局面开始有些失控 正当留人鬼在百计苦称威决的时候 高宗李志却决定对高沟里用兵了 高宗为何会在这时 给予出兵高沟里 据老笨蛋分析 首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等得不耐烦了 这一点其实不难看出来 因为就在他宣布征讨高沟里的同时 竟出人意料地表示 要预驾亲征 这让午后和满朝文武都下了一大挑 后来受午后上表利剑 他才性性作罢 此举充分说明 高宗征服高沟里的愿望 已经压抑得太久 所以急于想了却夙愿 而另一个原因 估计是高宗想通过对高沟里用兵来威慑百计 因为高沟里一直是白沟的坚强后盾 如果能一举消灭高沟里 那百计复国军的斗志 就必然会遭到严重打击 甚至很可能因此瓦解 如此一来 雄金的危险便能解除 百计也可不战而下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设想 所以在龙朔元年四月 高宗正式下诏 命左校为大将军气壁合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 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 从海陆两道分兵合机高沟里 龙朔元年七月 苏定方率领海军直驱派江 随后屡战接接 迅速进卫到平壤城下 而陆军也一路势炉破竹 很轻松地越过了辽东的所有城池 直接杀到了鸭路江畔 此时正逢江水结兵坚影无比 气壁合力立刻下令全军踏兵冲锋 与鸭路江畔的高沟丽守军展开了交锋 高沟丽的主帅叫渊南生 是全臣渊盖苏文的儿子 他带着数万名精兵坚守在鸭路江畔 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争取了最后的生机 被别人打到老家的滋味很不好受 打不过别人的滋味更不好受 渊南生发现 他使出了浑身泄水 还是无法阻挡唐军的兵风 一番苦战之后 高沟丽军被斩杀了三万余人 只有渊南生孤身脱险 此次出征 大唐帝国的海陆两军都大获全胜 而且苏定方不已经开始围攻平朗 如果弃别合力率领的陆军能够呈上而尽 与苏定方会施 完全有可能一举攻克平朗 进而平顶高沟丽 然而就在此关键时刻 高宗李治却忽然下诏 命令弃别合力班师回国 高宗突然撤兵的原因史书无在 但是从隋唐两朝多次东征高沟丽的失败教训中 我们不难发现 每一次被迫撤兵的原因 都是由于陆路运输出现了重大问题 此次弃别合力的陆上远征军 直接绕过辽洞的多所奸城 长驱直入高沟丽境内 既漫长的运输不极限 随时有可能被辽洞的高沟丽军队切断 而且弃别合力攻过鸭绿江的时候 时间已经进入冬季 唐军需要大量的东一和粮草 无奈后勤不仅又得不到保障 乌楼偏逢连夜雨 就在此时 北部边境又传来战报 墨北的铁勒九姓联合铜锣 途顾侵入大唐边境 究竟是咬着牙攻打高沟丽 还是撤军到墨北不防 在理智看来 高沟丽在顽强 却对大唐本土没法形成致命的打击 然而墨北的少数民族 却可以随时打到关中 威胁他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 高宗只能要求气壁合力撤军 全力支援墨北战线 气壁合力撤退后 苏定方部依旧猛攻平壤 从这一年七月兵为平壤 一直到次年二月 苏定方部队平壤整整围攻了八个月 但是这座奸城却依然过弱金汤 为了早日攻克平壤 高宗再次派出了一支海军 由左校尉将军庞孝太率领 自海陆进入高丽的舍水 准备增援苏定方 然而 庞孝太部却在此地遭到了高沟丽军的顽强阻击 庞孝太身先十足 率不殊死奋战 却因寡步敌众 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之后 最终血洒江场 韩河尔中与庞孝太一同战死的 还有他的十三个儿子 舍水之败是唐军此次东征以来 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当平壤城下的苏定方得知阎军覆没的消息后 士气顿时大错 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春季 但平壤的上空 却忽然下起了恶毛大雪 唐军将士的战斗力 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高宗朝廷眼见攻克平壤的希望日益渺茫 不得不也命令苏定方撤兵回国 在讨伐高勾立的漫漫征途上 唐帝国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百计战争几乎是前功尽弃 高勾立战争又再度无功而返 东征高勾立的失败 就意味着百计战场上的流人鬼 已经彻底陷入到孤军奋战的境地 此时这支孤军已经在雄金坚守了整整一年 李智担心他们无法长期坚持 最后不得不下了一道尺书 命他们放弃雄金 大军要么开导新罗 要么班师回国 高宗的这道斥令显然是出于对将士们的关心和体恤 但是做出这个决定 却是痛苦而无奈了 因为这支部队一旦撤出百计 就意味着唐帝国这两年来 在朝鲜半岛上付出的所有努力 就将全部付诸东流 那么流人鬼会撤出百计战场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因为他还要在百计战场上等着收拾窝人 于是中日海军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 白江口战役开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